院長 本院委員 2016年5月20號 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得到最多掌聲的是司法改革 結果 到去年 我們慶祝雙十佳節的時候 蔡總統在他的致死裡面 從頭到尾不敢再提司法改革四個字 為什麼不敢再提司法改革這四個字 我必須要說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 大家殷殷切切期盼著司法改革 過去這兩年多的成績 讓人失望透底 特別是我們的法務部 換了新任的部長上來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 貪污判刑確定的罪犯 繼續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的是 親父列雷劍弼案 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只起訴了陳慶南陳偉智 而陳偉智還跑了 我們看到了 在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貪腐 重大的吸睛 造成這麼多民眾權益受損的案件當中 這一些作奸犯科的人 可以逃避國家刑罰權的追訴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名字 他們共通的名字叫做權貴 在法制的改革上 不管是從反貪腐法制的強化 不管是從氣袍潛逃罪的制定 不管是大家關心的公益吹哨者保護法 一次又一次我們的法務部 在面對委員質詢的時候 推脫 褪毀 色澤 永遠都是說 我們開了會 我們在討論 結果這樣子的法務部 在最近一次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的時候 竟然在白紙黑市裡面告訴大家 司法改革成效顯著 我不知道現在的法務部部長 是不是已經完全喪失了跟人民互動 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審的能力 我們針對法務部部長 特別被凍結的案子 我可以代表時代力量黨團說 這是我們對司法改革 以及對法務部部長 所投下最沉痛的不信任票 謝謝黃委員 請宣讀第111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台灣台中地方法約一般行政上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特別費全數凍結 四項本月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專案報告 並經統一後使的動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表決結果 我出席92人 贊成5人 緩隊59人 去權28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現在進行第129案請宣讀 委員黃國昌等提案 法務部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上下 義務費特別費 簡列30萬元 動計50萬元 要求法務部於2個月內就商開事項之改進進度 提出具體之研議時程專案報告 並經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同意後使的動知 宣讀完畢 針對本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詠勵 名 speaking 表決結果 出席90人 贊成5人 反對59人 去全26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請宣讀第131案 委員黃國昌等提案 法務部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上下 業務費特別費凍結50萬元 4.法務部長就傷害事項於一個月內 向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並進同一後使的動資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本案之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高路移用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1.5日間 4日間 4日間 後日的 nya 1日間 2日間 選項 選項 表決結果 出席90人 贊成6人 緩隊58人 去全26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